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芯片 它的型号是ULN2003 它的供电是九角,接地是八角 在不上电的情况下可以用二极管当量一下 当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九角的时候 它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翻过来,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供电的时候 它的组织是无穷大的 ULN2003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芯片 它既可以来驱动步进电机,也可以用来驱动积电器 它能够把小电流转换成大电流 好,上电 我们把表打到20伏大 首先我们测量一下它各引脚的电压 来判断它的好坏 黑表笔接八角 红表笔接九角 电压为12.56伏 这是正常的 它的供电可以在2.4伏到24伏之间 那么我们黑表笔不动 接着我们测量它的一角为输入角 我们看为0伏 它的输出角16角就应该为高电位 1.08伏 它的2角同样是输入角 是0伏 它的15角也应该为高电位 1.10伏 它的3角为0伏 输入角 它的14角同样为高电位 1.11伏 它的4角也是输入角 为0伏 它的13角同样为高电位 1.14伏 它的5角为低电位 它的12角为12.54伏 是正常的 它的6角为0伏 它的11角同样是12.56伏 也是正常的 它的7角为低电位 它的10角同样为12.56伏 也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当输入端为低电位时 输出端为高电位 当输入端为高电位的时候 输出端为低电位 那么为什么输出端的电压值不一样呢 这是因为它是开漏式输出 相当于一个三极管的极电极向发射极导通 只要我们前极输入低电位 后极就应该是截止状态 所以后边上拉的电压是多少 它就应该是多少 如果前边输入高电位 那么后边就应该为低电位 大多数单片机输出的高低电平为 0伏、5伏、0伏、3.3伏 资料上显示 Uln2003前端输入电压低于2伏以下 为低电平 高于2伏以上为高电平 输出端最高上拉电压 可以达到50伏 并且电流可以达到500毫安 所以它是一个使用非常广泛的功率器架 并且它内部有房间封的二极管 所以在接感性负载的时候 无需外接二极管 这是它的等效电路图和内部方框图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